穿越历史 我们寻找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 还原生活 文物折射古代经济的真实繁荣 冶炼铸造 私之手工 祭祀 贸易 军事 农业 一件件国宝 用传奇绅士讲述深邃的文明 一个个遗迹 暮千年风雨 见证 智慧的民族 从经济视角解读历史 博物馆馆长眼中的国宝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别奉献 陕西位于黄河中有 山川纵横交错 历史渊远流长 文化抵律深厚 是天然的历史博物馆 中国历史上 曾经有十四个王朝和政权 选择在这里建立 其中秦汉唐三代所创造的文明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意义 陕西历史博物馆 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 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 壮美的建筑丰富的藏品 精彩的展览 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无数一致 本期节目 中国经济大讲堂 将带您一起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 纵览丰富的文物藏品 见证中华大地一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 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 传承历史文化 维系民族精神 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 感受文明 触摸历史 坚定自信 我们与你同行 大家好 欢迎中国经济大讲堂 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国宝中的文明基因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件宝贝 就是秦的青铜长剑 这样一把青铜长剑 1974年出土于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 一号坑 那剑的长度达到了九十多公分 它的宽度大概在三厘米左右 那这样一把剑 我们现在看似 是一把不怎么起眼的冷冰器 或者是一件很普通的展品 但是呢 在两千多年前 这样一件宝贝 它可是虎狼之师 横扫六国的高端大器 的新式武器 那么这个长剑 它到底有什么秘密 或者有什么长处呢 我自己认为这把剑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是它的长度 在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现在目前考古所发现的青铜剑 一般都在五十到六十公分 最长也不过六十五公分 但是在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里 出土的青铜剑 一般都达到了八十公分以上 有的甚至超过了一米 那这种长剑 它到底在战斗的过程中 有什么突出的特色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故事 来告诉大家 长剑对于当时的战争的走向 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大家耳熟能详的荆轲刺秦 秦灭了赵国之后 在他邻居的燕国太子丹 就担心他很快会灭掉燕国 所以就派了荆轲来到秦国 以献徒献凡乌鸡的头为名 来刺杀秦王 那荆轲在刺秦王的过程中 献了地图以后拿出匕首去刺秦王的时候 秦王身上本身配有长剑 但是召集之下 这个长剑半天都没有拔出来 所以旁边的大臣就一直在喊 王副剑 王副剑 王副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秦王把剑转到背后 然后从背后把剑抽出来 这样他更容易把这么长的一把剑抽出来 如果是把它挂在腰间 从前面把剑抽出来 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 我们想想90多公分长的一把剑 在腰间直接在前面把剑拔出来 其实挺难的 所以说当荆轲追着秦王 绕着柱子跑的时候 秦王半天拔不出来剑 那最终在大臣的提示下 拔出了剑 刺伤了荆轲 这样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那我们说秦王为什么要挂这么一把长剑 那个时候流行的都是短剑 我们在考古发现中 发现的吴王的剑 岳王勾剑的剑 基本上都是50到60公分长 剑加长以后 它可以提升战斗力 也就是人和人对战的过程中 如果对方的剑长了30公分 或者20公分 它是不是更容易刺伤对方 在秦国已经成为战国七雄的那个时间段 其实在作战过程中 骑兵已经占据了一定的这种比例 当时的骑兵作战 很多时候是用长矛或者戟或者蛤 带有长霸的这种兵器 容易被损毁 那损毁以后 它身上所备用的这种武器 可能就是短剑 那我们想想看 骑兵不管是跟骑兵作战 还是跟车兵作战 或者是跟步兵作战 如果说它身上挂的是一把长剑 是不是它的战斗力 就会无形中提升很多 那这把剑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的形状 它的形状不是一条长条形的铁条 或者是铜条宽度都一致的 不是 这把长剑在剑的肩部 就是离剑尖比较近的地方 它是一个苏腰形的一个形状 也就是说有前边一段 剑尖是比较窄的 然后突然又加宽 再有十几公分以后 突然又收窄 它为什么会做这样一种设计呢 是因为剑如果是 一直都是一种宽度 它要穿刺起来 可能会费很大的力气 那如果说剑在宽一段的时候 突然又收窄 那是不是突然 它就会顺利地刺入敌人的身体 这就是利用了它的一个惯性 和人本身的这样一个冲击力 那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材料本身 我们都知道青铜本身 它是由铜和锡形成的一种合金 那铜占的比例越大 那剑本身的韧性越强 锡占的比例越大 它锡本身的强度更大 那普通的锡 一般的比例大概就是 锡能够占到15% 或者不足20% 这样一个比例 那我们发现的 琴的这样一个青铜长剑 它锡的比例达到了20%到30% 那锡它起的作用是什么 是增强键本身的强度 那锡在它的成分 在20%左右的时候 键的韧性和强度是最高的 所以说我们发现的 琴代的这样一个青铜长剑 合理地解决了 韧性和强度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的问题 所以说它在当时 也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 第四个特弹 那就是键本身在表面 发现附着有一层 很薄很薄的氧化铁 也就是铁元素 在秦始皇兵马俑 培葬坑 刚开始发现这种键的时候 其实是有关的科研机构 曾经做过检测 也就是说发现在键的表面 涂有一层不均匀的 大概有10微米厚的 这样一层铁盐 那经过这么多年 专家们的研究之后 他们认为这种键 其实它原来是有键鞘的 键鞘通常情况下 是用皮革或者是竹制品 来做成的 但是在键鞘的外围 外层都会修漆 也就刷一层漆 那在漆里边 其实含有葛岩这种元素 所以有一些专家就认为 我们现在在键上 所发现的这种葛岩 或者叫氧化葛 它其实是漆里边的元素 附着到或者是污染到 键上去的 我们说 秦从秦湘宫公元前770年立国 到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 完成一统天下的这样一个伟业 我觉得是跟他的创新 是密不可分的 秦的时候发明这样一种青铜常剑 它是多么的伟大 说我们通过这把剑 能够看到秦人的那种创新精神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汉代的皇后之戏 所谓皇后之戏 我们都知道是皇后用的印章 顾名思义 那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收藏的这样一个皇后之戏 它是1968年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的北边 也就是汉高祖常陵的附近发现的 其实要说他的发现 还有一段很有趣的一个历史 19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 陕西省咸阳市 寒家湾村的一个小学生 叫孔东梁 他放学以后背着书包没事干 从学校返回家里的途中 就在路上踢着石子 踢着小砖的块儿玩 那踢着踢着就突然 发现一块石头 跟其他的石头不太一样 他就捡起来看了看 上头沾满了泥土 而且东西就袖石柱的泥土 所以也没有办法一时看清楚 索性他就把这块很特别的小尺头 放进书包带回家了 带回家他还是想看个究竟 但是他看不懂也看不明白 所以就把他交给了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孔祥发 毕竟他也是受过教育的人 又生活在历史文化遗产 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个区域 对于古代的文物 对于古代的历史也有所了解 他就把这个小石头上的土 巴拉巴拉一看 上头好像有字 而且他能看清皇后两个字 这不得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物 他干脆把这个东西带到博物馆 让专家们看看 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就把这枚不起眼的小石头 带到了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 专家一看皇后两个字 又问你这个东西是在哪发现的 他说就在咸阳的寒家湾村 那个地方有个廊架沟 专家们一听 他对这个地方特别了解 离汉高祖的刘邦的长陵 和他的皇后旅后的陵不远 说这个东西很有可能跟长陵 或者旅后有关 所以就赶紧报告给了 当时的陕西省的文物管理部门 那文物管理部门的领导一听 这么重要的发现 赶紧组织相关的专家 到现场去调查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遗迹或者现象 能够确认这笔东西到底是什么 是谁的 对 对 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者 李宗前 《漢官就義》 《漢官就義》 這樣一本文獻裡頭 關於秦漢時期的印章 或者是西印 它是有明確的記載的 在這個文獻裡面就講到了 皇帝除了傳國御喜之外 它其實還有六種印 分別叫皇帝行喜 皇帝之喜和皇帝信喜 那皇帝行喜是幹什麼的 那就是封國的 我們都知道西漢初年 曾經封了很多的諸侯王 那封這些諸侯王的時候 就要蓋上這樣一枚印章 告訴你這個地方 以後就歸你來管理 那什麼是皇帝之喜 皇帝之喜 那就是召令這些諸侯王的 我發布命令的時候 我要你幹什麼 蓋上這樣一個章 你就執行 那什麼是皇帝信息 那就是發兵的時候 比如說哪個諸侯王 不聽命令 不聽指揮 違抗中央的命令 那我就派軍隊去征罰你 啪 蓋這樣一個章 拿著這個東西就是皇帝命令我來整治你 或者是來規範你的管理等等 那還有另外三種叫天子行喜 天子之喜和天子信喜 它就不是說針對諸侯王 針對各個地方的 那可能有的是針對少數民族的 有的是針對國外的使節的 有的是針對祭天祭祖的 也就是說接待國外使節的時候 用一個天子之喜 然後這個獎賞國外的使節的時候 可能用一個天子信喜 那祭天祭祖的時候就用的是天子信喜 在漢舊義裡邊還有一段記載 就是說皇后所用的西印 文童帝席 也就是說皇后所用的印章或者西印 它的文字是跟皇帝的那個文字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皇后也可以用皇后之喜 來行使它的權利 那其實我們再往前追索 關於西和印的用法 在秦統一之前其實是比較混亂的 你可以叫西也可以叫印 秦統一以後就對西和印 有了一個明確的規定 那秦始皇那時候就號令天下 只有皇帝才能用西 其他的人只能用印 那到汉初 漢成秦制它所傳承下來的都是秦的制度 所以在漢的時候 它其實是繼承了秦的那樣一支制度 也就是說皇帝才能用西 其他的諸侯王皇后皇妃等等 你只能用印 這樣一枚皇后之喜 它發現的重要意義在哪 這樣一枚皇后之喜發現以後 我們驗證了秦漢時期的西印制度 如果沒有這枚印章發現 我們可能就不能相信說 漢代繼承秦的制度是大了折扣的 因為秦的那時候是很嚴格 只有皇帝才能用西 其他的人只能是印 那到了漢 這樣一支制度 它其實有了松弄的成果 這跟當時的國家的政策是相關聯的 到了漢堂以後 印它的內容也好 它的形質也好 就越來越豐富了 那在陕西歷史博物館 還有一件明星級的印章 就是獨孤信 多面體 梅晶 祖印 那是魏晶南北朝時期的印章 它的印就不是一個方形的方塊 它就是一個多面體的一根梅晶 整個26個面 其中有14個面都刻滿了關銜 那在各種場合 都可以用一枚印章解決問題 處理官府的文書 是吧 跟朋友交友 需要蓋自己的絲章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枚印 這就是印章本身 到了後代 就發生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 也就是從國家層面上 對於一般人的這種印章 已經沒有了很明確的一個規定 這就是印章本身的一個 發展的一個脈絡 《皇后之喜》 從本身的材質來講 也是非常珍貴的 經過專家檢測 它是用來自於 和田的一種養殖玉製作而成的 沒有一點點的這種瑕疵 是非常潔白 非常純粹的 一塊養殖玉來製作而成的 也是我們中國人 對於玉文化的一個傳承 我們在說這四個字 《皇后之喜》 它其實都是用秦人發明的小傳 來課上去的 我們說 秦統一文字 就是把六國的文字 統一成了小傳 那漢成秦制 實際上它是承襲了 秦的這樣一個文字 在這個基礎上 又發明了漢曆 但是在漢初的時候 尤其是在政治層面 更多的是用的是小傳 包括文書的書寫等等 都用的是小傳 歷書只有在民間 或者其他的一些場合 才使用 從皇后之喜這幾個字來看 應該是出自一個 非常有書寫功底的 一位工匠之手 其實我們可以對照一下 李斯書寫的《一山石刻》 它有很多的文筆也好 或者是筆畫也好 跟《一山石刻》的相關的東西 都有相似之處 那具體皇后之喜 到底出自誰之手 我們到今天已經不得而知 漢代 中國的養殘騷司業 已經非常發達 規模大的作法 基本上都是官府經營 居工多達數千人 生產出來的絲織品 顏色鮮豔 花無多樣 做工極為精緻 這些絲織品不僅暢銷國內 而且還途經中亞西亞 遠離銷到歐洲 絲織之路正是在漢代時 成為馳名於世的著名商道 接下來出場的這件國寶 就給我們呈現了 漢代絲織之路的繁榮 漢代絲織 漢代絲織之路 就跟真的蠶沒有太大的區別 而且是一個 吐絲狀的一個蠶的形象 那這件銅蠶是1984年 發現於陝西省的石泉縣 池河鎮 譚家灣村 是當地的一個老百姓 叫譚富泉 他在淘金的過程中偶然發現的 也就是說當時在河裡頭淘金 突然發現了一個金光閃閃的 這樣一件長條狀的東西 我仔細拿起來一看 原來是一隻蠶 關於《流金銅蠶》 在中國古代的文獻裡邊 有很多的記載 但是我們考古發現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雖然說石泉發現的這枚銅蠶 是老百姓在淘金的過程中 往上發現的 但是我們不能把它歸於考古發現 所以說我們在對這樣一枚銅蠶 雖然在分析研究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 它既然是在河裡邊淘金時候發現的 那它原來的埋藏地到底在哪 這可能就成了一個謎了 基於這樣的一個疑問 我們前幾年 陝西市考古研究院 就對發現這枚銅蠶的地方 進行了一些考古調查和勘探 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在那個 池河鎮的唐家灣村附近 就有大面積的 漢代的村落遺址 還有墓葬 那我們發現這些古代的遺跡之後 我們大概率就可以判斷 這枚銅蠶有可能就是 那個地方遺留下來的 那這枚溜金銅蠶的發現 最起碼我們就可以把石泉的養蠶 和燒絲葉的起步 或者是它的起源 推到西漢時期 那我們說溜金銅蠶 它到底預示著什麼 我們中國被稱之為絲綢之國 在公元前的四世紀 在希臘的文件裡邊 它就提到了 中國是一個絲織國 最少距今八九千年前 我們在中原地區 就發現了養蠶的這樣一個痕跡 養蠶本身是中國人發明的 絲綢之露也是中國人開通的 公元前139年 漢武帝派遣張遷出世西域 它帶來的是什麼 帶來的是西方的一些食物 和一些技術 包括金銀的製作的技術 當然張遷也帶去了中國的一些技術 包括養蠶 燒絲 絲綢之路的開通 帶來的中西文化在養蠶 燒絲 這個產業方面的交流 絲綢是不容置疑的 一直到了唐代 絲綢的貿易是非常非常頻繁的 而且那個時候 絲綢它本身不是說作為一種貨物 來進行交易 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代替貨幣 因為絲綢本身比較輕 它相對於貨幣來說更容易攜帶 而且能帶的更多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絲綢充當了貨幣的這樣一個功能 那我們說溜金銅蠶 在這個過程中 它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我們通過這樣一枚小小的溜金銅蠶 就可以回想 中國人在發明養蠶 燒絲過程中的那種艱辛 以及它帶給世界文明的這樣一種影響 到今天絲綢依然是西方國家 非常歡迎的中國產品 當然西方在接收中國絲綢文化的過程中 也疊加了很多他們自己的元素 比如說圖案 比如說加工的技術 其實有很多也疊加了中國絲綢上 這就是文化交流本身的意義 秦漢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轉折 在此時期初步形成 中國社會以儒學為主體的政治思想的奠基 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初步形成 都是在秦漢時期完成的 接下來 歷史步入了一個更加輝煌的時代 唐代 如果說秦漢是一個制度文明的時代 唐代就是一個政治文明的時代 那時 政治清明 開放包容 任人危險 民族和睫毛 堅守秉序 最終促成了一個九天昌和開宮殿 萬國衣冠敗免牛 《三彩載月落土用》 《三彩載月落土用》是1959年 在西安市的西郊 在一座規模並不大的唐代墓葬中發現的 雖然說墓葬本身它的規格並不是那麼高 但是這件《三彩載月落土用》 不管是從造型上 還是它的這種裝飾上 都非常非常的精緻 可以稱之為唐三彩裡邊的精品 這件泳它本身是用三彩的技術做成的 我們說到三彩 不是說就是三種顏色 三在中國古代它其實是一個數字概念 它在某種程度上是講多的一個意思 其實在唐三彩裡邊 我們發現的遠遠不止三種顏色 紅 黃 綠 褶 黑 白 最少有五六種顏色 只是更多的三彩器 它用的是紅 黃 褶 或者是紅 藍 褶 這幾種顏色 而且有的只有一種顏色 我們依然把它叫三彩器 這就是大家對三彩器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認知 三彩器是唐代人發明的 非常具有美感的一種材質 它其實我們經常有人可能會認為它是瓷器 不是 它其實是低溫油的陶器 就是因為它外頭有這樣一層 非常能體現美的這樣一個油 所以它看起來非常的光心琢磨 這件蛹的到底特別在哪 大家可以細看一下 還有一個三彩載業駱駝 也凸在隱航高歌 所以通過這樣一個形象 我們可以猜想 這樣一件駱駝湧上的這一群人 實際上它是一個樂隊 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之為 駝背上的樂隊 我們不說它這樣一種裝飾 或者這樣一種創造 到底有沒有可能 在一個駱駝上坐了八個人 或者是坐了七個人 站了一個人 總共加起來八個人 在現實生活中有沒有可能 從我本人的認知來講 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一個是駱駝本身背上的 那樣一個長方形的空間 面積不限 要容下八個人 並不是那麼簡單 第二個八個人 本身的這樣一個重量 可能對於駱駝來說 承載起來也是有一定難度的 我們可能會有這樣一種想法 或者這樣一種思考 但是當我們把這件東西 放到我們面前 或者把它放到展櫃裡邊 我們欣賞的時候 你有沒有違和感 反正我沒有 我沒感覺這八個人坐到一個駱駝背上 有擁擠的那種感覺 我也沒有感覺說他們在這個駱駝背上 不能夠彈奏樂器 也不能夠隱含高歌 沒有 這可能就是我們所講的 藝術大師的水平 他能夠把一個 基本上我們認為不可能實現的 一種動作 或者一個場景 把它刻畫在這樣一個空間裡邊 這是非常偉大的一種創造 當然通過這樣一種藝術誇張 它能夠反映當時在絲綢之路上的 什麼樣的一些文化面 絲綢之路這個概念 是十九世紀末期 德國的地理學家李希霍芬 給他起的名字 並不是說他一開始就叫絲綢之路 是因為這一條路上 當時是以絲綢作為 東西方交流的一個介質 它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最後形成了這樣一條貿易之路 和文化之路 所以我們今天貫之於它 絲綢之路這樣一個名稱 但我們想 從長安出發 再到羅馬 這樣一個漫長的一個距離 作為貿易的這樣一個從業者 這樣一個群體 他們得要花費多大的力氣 才能把長安的東西帶到西方 又把西方的東西帶到長安 這中間寂寞是肯定的 孤獨也是肯定的 危險也是有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藝術家 通過這樣一件東西 來傳遞出來一種信息 雖然路途艱險困難 但是我們是樂觀的 我們願意從事這樣的工作 我覺得這也是 中華民族精神的一種傳承 也就是說不管路途有多遠 只要我們沉下心來 勇往向前 一定會到達彼岸 一定會達到目的 這就是三才載月骆驼勇 帶給我們的啟發和氣勢 唐是中國歷史上最開放的王朝 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首都 唐代的長安城裡 各國商骨雲集 各民族交流頻繁 一些富有特色的器物 不僅做工精湛 氣勤精美 而且生動刻畫了當時的宮廷生活 有著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 在眾多的唐代金銀器中 有一件特別引人注目的銀壺 就是這件 流金無碼賢卑文銀壺 它讓我們得以揭開歷史迷物 去見證唐朝 與北方契丹民族之間 豐富的文化交流 這件文物是1970年 出土於西安南郊 也就是當時叫荷家村的一個地方 是在一次偶然的 基建施工中發現的 當時工人在掘土的過程中 突然工具底下 發出了噹的一聲 然後仔細一看 是一個陶制的大瓮 瓮裡邊放滿了金光慘慘的 金銀器和玉器 第一時間 施工的負責方 就把東西拿給了 當時的陕西省博物館 那博物館的專家 看到這些東西之後 非常的震驚 因為它的風格非常的獨特 一看就是唐代貴族用的東西 所以當時的文物部門 在第一時間 組織了考古調查隊 到現場 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 什麼 有的人說像個馬燈 有的人說像草原民族 這個身上跨的那個皮囊湖 我覺得兩個都像 兩個都跟草原民族是有關係的 在當時的唐代的北方的 有一個民族叫七丹族 他們在日常的生活和生產過程中 經常會用到這種器具 實際上就是平南湖 所以說我們說 它是民族融合的一種象征 也就是當時的唐王朝和北邊的 一個是七丹族 一個是西族 兩個民族交往是非常頻繁的 那在歷史文獻裡邊有記載 唐玄宗的七個公主 其中有四個公主 嫁給了七丹族 有三個公主嫁給了西族 由此我們也就能夠知道 唐王朝跟這兩個民族的關係的融洽度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器具本身來看 它其實是由幾部分組成的 一個是皮囊湖本身的這樣一個湖身 它上面還帶了一個連半型的 倒著的一個連半型的一個蓋子 蓋子和這個提樑之間 還有一個鏈子把它連接起來 其實從製作的這個角度來講 是比較複雜的一個工序 而且我們經過 考古專家的仔細電視和分析 認為它是用兩塊銀皮合磨來錘液而成的 也就是它一開始會剪裁成兩塊大小相同的銀皮 然後錘液成糊的這樣一個形狀 然後再把它對接起來焊接 看完了以後再把碳縫全部把它磨掉 我們從今天的這樣一個糊的表面 已經看不到了碳縫 說明當時的工藝非常的高潮 在這件無碼銜碑紋銀戶上 大家還可以看到有一個裝飾 就是那兩匹溜金的小馬 嘴裡銜了一個杯子 那它到底反映了當時 什麼樣的一個社會現實呢 它其實呈現給我們的是 當時唐代的宮廷生活的一個縮影 每年的八月初五 也叫千秋節 是唐玄宗的生日 那每年八月初五這樣一天 唐玄宗就會召集很多的大臣 宴請這些貴客 這些貴客包括朝廷的官員們 也包括外來的一些使節等等 他就是在這樣一個節日 宴請大家以慶賀他的生日 那在這樣一個生日宴會上 有一群有獨特身份的 叫東武也好 叫信武也好 他會做一些表演 這一群東西是什麼 就是舞馬 在宴會達到高朝的時候 他會奏樂 這些馬聽到這些音樂以後 就會翩翩起舞 在最興奮的時候 他居然會跳到三層高的那個板上 在板上頭跳舞 跳完舞以後 勤起地上的酒杯 來給唐玄宗獻酒 這樣一種文獻記載 我們通過什麼來驗證呢 關於五馬賢卑向唐玄宗敬酒 其實在唐書裡邊 舊唐書裡邊 都有相關的一些記載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通過文字 去還原那樣一個場景 包括在一些詩歌裡邊 比如說唐玄宗時期的 宰相張悅 他就寫過很多 關於五馬向唐玄宗獻酒的 這樣一些場景 比如說 驅妻賢卑婦傑 清心獻壽無疆 還有更有賢卑中葉曲 垂頭吊尾醉如泥 大家通過這個詩 似乎能夠看到那個馬 一邊給玄宗敬酒 一邊自己也喝了很多酒 最後東倒西歪的那個醉態那個樣子 過去我們想不到 五馬到底怎麼賢卑 它到底什麼樣的形象 那1970年 這樣一個五馬賢卑文銀湖發現以後 我們突然眼前就有了 五馬賢卑的這樣一個形象 這樣一把銀湖上 除了這些文化元素之外 它還能夠反映什麼 它其實還能夠反映 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些面貌 怎麼講 中國的金銀器的這個製作 它的技術來源於西方 只是我們把它發揚光大以後 有了一個質的一個提升 那要說到金銀的這個製作工藝 它都包括哪些 是吧 最簡單的錘椰 榨豬 掐絲 焊接 那在素特人把這些技術傳到中國之前 我們是不會的 這些東西都是通過絲除之路 這樣一個貿易之路和文化之路 傳播到中國的 只是中國人在吸收這些 先進技術的過程中 又把一些中國文化的元素 給它疊加進去 比如說 在金銀器的表面 暫刻了很多的魚子紋 然後在上頭又附加了很多的蟬枝花鴛鴦 等這些象徵吉祥寓意的 這樣一些動物或者文樣 以至於西方的貴族 特別喜歡中國的這樣一種裝飾 最終 經過中國人加工的 具有中國風格的金銀器 所以從新又回到了西方 這就是文化本身的魅力 今天我們講了秦漢時期的制度文明 我們也講了唐代的開放包容 我們知道了這些文物本身的 歷史價值 文化價值 審美價值 科技價值 以及它的時代價值 我們今天在講文化自信 有很多東西都是來源於 這些文物本身和它背後的歷史故事 基於這些優良的養分的汲取 我們要建設我們中華民族的 現代文明 我們就有了非常深厚的底蕴 謝謝大家